空与有是一体的两面 空有不二是一回事 麦彭仁波切说 舍既显现以外没有空性 舍既空性以外 无有光明显现 这二者不能舍既一者 取受另一者 中观和为时 都是超越二元的 同时也必寒舍二元 同时寒舍空有 绝非是独立的空或有 中观和为时 都是远起性空法则的延展 中道身观 必依瑜伽广形方为圆满 瑜伽广形 必依中道身观方为究竟 空的是自性主体 空的是二元的矛盾对立 因自性主体而生的 对立矛盾 本来就不存在 从本无生 故说必尽空 二元对立从本无生 而整体本然真实 却从本无灭 故说圣意有 这就是法非有无 为之如 皆是佛法 为之事 如是本如是 毕竟空的意义 在于二元矛盾 对立的消融 圣意有的意义 在于合合还原成一体一味 若做个比喻 就像是做数学微积分 先做微分得到空性意义 再做积分合合还原 若无微分空性 则无法做到积分还原 若得微分空性 积分还原时 是用毕竟空做积分 还是用圣意有做积分 都是可以的 都是一回事 微分积分平等不二 都是微积分 毕竟空与圣意有 平等不二 都是超越二元的真实 毕竟空等于空无自性主体 等于不二 等于超越二元 等于实相无相 等于全体就是 等于圣意有 诸法无我是毕竟空 但空意故能成一切法 这个能成就是圣意有 五蕴皆空是毕竟空 度一切苦恶是圣意有 一切假明是毕竟空 觉性一味 一味如如是圣意有 无所得是毕竟空 得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是圣意有 心中再有 也只是缘起显现 变化无常 本然真相 无形无体无相 是毕竟空 觉悟真相之大悲周辩 是圣意有 心中再有 也只是缘起显现 变化无常 无根无实 空相也 心中再空 也有空的滋味 石像的滋味 涅槃的滋味 总之 空中有有 有中有空 一切平等不二 中观为时不二 真俗不二 卑质不二 空有不二 显空不二 明空不二 能空不二 觉空不二 乐空不二 中论说 空则不可说 非空不可说 共不共谱说 但以假明说 所有宣说只为引导 禅师有诵 不知何处吹炉管 一夜争人尽妄香 凡是二元的就不是 超越二元的才是 超越二元无言可说 只能体悟 当体即空 全体就是 当下就是 一体一味 一味如如 永恒一味 十五 集心集佛 一 平常心做佛 佛门有语 集心集佛 那么这个心 是指我们 现在日用的凡夫心 还是指 在什么特殊状态下的心 还是指我们 觉悟后的那颗心呢 神会禅师的 顿悟真宗论中有问 凡心圣心 是一是二 答约是一 如来真实义 是平等不二的 所以凡圣一如 凡心即是圣心 即心即佛 也就是说 我们人人本有的平常心 就是佛 只是不明了而已 人人具有本然心 谭经允 众生行住坐卧 自始本心 自见本性 自然解脱成佛道 但尽凡情 别无圣洁 禅门碧言录 六七则记 即凡心而见佛心 诗问 你有几个心 诗曰 心性不义 即性即心 性即是心 心即是佛 佛即是法 二 一念作佛 既然心是佛 是不是我们非要 找到那些全体心 永恒心 不生不灭心 永垂不朽心 甚至要放大光明心 要显种种大神通心 别被这些二元的假名标签所迷惑 以至于高推圣境 成了单家戴索汉 无神自负人 佛法般若是一切平等不二的 所以 个体与全体不二 刹那与永恒不二 生灭与不生灭不二 朽与不朽不二 光明与黑暗不二 平常平时与非常变化不二 一即一切 一切即一 六祖曰 弥则别 物则不别 如此 当下心即是真实 当下觉悟 当下作佛 当下心 即是当前一念 禅宗六祖云 一念性空 法界无别 直指当前一念 本自解脱自在 一念谜即是凡夫 一念悟即是佛 一念做佛已 故六祖云 一念悟众生即佛 一念谜佛即众生 佛法般若的不二思想 直指凡圣依辱 直指日用平常心 直指人类当前的一念 本来解脱 如此 佛不再是高远的理想 佛不再是高远的理想 而是直下的体悟体现 这就是极心极佛 六祖云 若悟此法 一念心开 是为开佛之鉴 第十五篇 明心见性 本然心 心本然 就在这里本然呈现着 一旦悟得明了此本然心 即见到本然真性真相 这就是明心见性 就是开悟 明心见性 有三个层面的意思 一是旨意上明了自心 见到本性 二是方法上心明性见 三是结果上 见性开悟解脱 一 明心见性 一 明了自心 见到本性 明了自心 就是明见心之本来面目 我们每天都在用心用力地 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 难道我们现在 还是不明了自心吗 是的 我们都明白 在二元模式下如何用心 甚至善于种种用心 也承受着种种用心 所带来的冲突和矛盾 及其引发的心灵苦痛 但我们真的不明白 心的运作机制 不知道心为何物 不把握心的本性真相 若真的明白心灵真相 就用不着整天地 找心理平衡了 明心见性 就是要揭开二元心用的面纱 见到心的真实面目 明了自心 即是见性 六祖金刚金口诀 一切众生无始以来 不能离生灭者 皆为此心所类固 诸佛了此心 此心了即是见性 即是菩提 四十二章经允 实心达本 解无违法 视为沙门 二 心明性见 明心见性又是方法 这个方法的纲要 就是心明性见 明心线性的线 是显现之意 所以在方法上是 使心发明 本性面目自然显现 心明性显 心明性见 难道我们平日里的心 是处于不明的状态吗 是的 心不明 或者说 心失明 心无明 怎么说 心乃绝也 心明则绝明 处于自觉觉醒之状态 心明眼亮 心不明则绝不明 处于不能自觉之绝魅状态 心迷眼蒙 通俗点说 我们常说的心明眼亮 是指某人当下明了 动穿了事物的本质和真相 如果某人执着在某些妄想之中 说深了是鬼迷心窍 说浅了是乌云遮住了双眼 心迷眼蒙 我们谁也不愿接受 心迷眼蒙的结论 可事实就是如此啊 谁能说自己没有做过 人云云云云的不自觉的傻事 谁能说自己心明眼亮 洞察秋毫 没犯过错误 没受过苦痛 谁能说自己已然把握 宇宙万物真相 从此只有欢乐相随 而绝无烦恼相伴 连菩萨们都有苦痛 常常留下大杯泪水 恨不得马上长出千手千眼呢 接受心迷眼蒙的事实并不丢人 因为我们都是生活在二元的世界中 二元的思维模式迷蒙我们的心窍 已经不是一年两年了 虽然人都喜欢追求完美 但非要说自己是心明眼亮 就有点自以为是了 不如将追求完美 变成追求自心的觉醒 因为一旦内心真正的觉醒 你就已经从凡人变成了圣贤之人 是什么使我们自心不明 自觉不醒的呢 是二元的思维模式 二元模式引领我们的体验 是间接性的体验 而非直接性的体验 这个间接性表现在我们是通过概念名项 符号标签来体验 而体验到的是人为设定的各种符号上意义 也就是说 二元模式无法直接引领我们体验本然真相 只能体验符号意义 不能体验本然 长此以往形成习惯 那符号意义就见而化为了实有性的认同 符号意义迷住了心窍 心不自觉的被意义所牵动 沉迷往返 心识觉察 心不自觉也 我们人类本有自知之明 本有自觉的本能能力 但由于心识觉察 就出现了灯下黑 随着二元的长期习惯 灯下之黑越来越大 最终 因习惯而依赖 而情感附着 灯下黑成了安全之所 从此很难从灯下黑之无名之所走出来 用我们本有的自知自觉之明灯 去照见一下 故心不自觉也 我们常说要认识自我 超越自我 其实就是从灯下黑出来 用本有自觉的明灯去照见一下 所以从另一个角度说 我们真正的敌人和障碍 就是我们自己 另一方面 二元模式使我们之用心用力 每每在两个以上的方向上 注意力分散在多项上而不集中 心成散漫状 连情爱之时 都不能全身心地投入爱的体验 只要分心于是真爱还是假爱 爱是否长久 爱是否要有承诺和责任 爱是否给予了安全感 爱的回报等等 Make Love 成了Make Money Make Future 无法专注内心的体验 反而是浮想连篇 三心二意 最终成了虚情假意 如果你专心地咀嚼一块馒头 你就能品尝出麦香与纯甜 而我们的二元模式 使我们的心力和情感体验 分散在多项上 聚焦的难度增大 体验出的真味越来越少 生活的快节奏 要我们面对的东西越来越多 而在每一个点上 我们还没有好好体验和品尝 就已经翻篇了 就连我们身边的亲情爱情 我们还没来得及深入的关注和体偿 二元心智就已经驱动我们幻象了 到头来只能像那首歌唱的那样 时间都去哪了 爱是内心的体验 却被诸多的外在的价值意义所包裹 我们是在体验内心中的爱 还是在体验外在的符号意义 长此以往 注意力被种种的意义所裹挟 心识觉察 心不自觉 哪里还有内心的体验呢 再者 即使有内心的体验 但也由于习惯性的关注 在二元种种的意义上 就常常会出现心里想的 与嘴里说的不一致的现象 心里想要 在嘴上习惯性的说不要 心里是我爱你 嘴上却是我恨你 心口不一 言行不一 口是心非 长期如此的认口不认心 当听到活在当下 我爱你等口语时 内心的体验已经跟不上点了 口中的符号意义迷住了心窍 心不自觉也 心若不明不觉 至暗心昏 心灯未亮 慧眼未起 心则处于迷蒙 昏溃 失于或无际的状态 一切犹如暗中事物 无法观察和体验 亦不可能生出智慧 禅门称此不绝 为生死长夜 亦如台风 古殿无人事 月所苍无凤不期 所以明心 是要我们回到 直接的内心体验上 即把我们的注意力 回归于内心 注意力回归内心了 则使心明 使心发明 使心游迷转省 使心明而眼亮 清明在宫 内在成明 有诗云 山深诗小四 胡尽得孤庭 明心就是使心明 就是觉醒 心觉清明朗朗 如此才能清楚如实地 观察自心 进而明了自心 觉醒了才能去觉 才能谈直接去觉 直觉 才有直接的内心体验 才能品尝觉醒一味 直接体验内心的本然 明心才能见性 有觉才有物 觉醒才能觉悟 禅宗六祖在《谈经》中说 菩提般若之志 世人本自有之 只缘心迷不能自悟 需假大善知识 世道见性 心迷不觉 不能自悟 只能请大德开示 所有宣说都是方便之说 都是为了世道见性 最终还是要靠自己 明心见性 三 见性开悟解脱 苦痛轮回的根本是无明 从认识论上说 无明就是不明真相 从方法论上说 无明就是心无明 心觉迷蒙 无法直接体悟 都是二元思维模式惹的祸 解脱之道在于认识事物的真实实相 把握原本的真实 这种认识和把握 是通过超越二元的直觉经验来把握的 这个直觉经验的把握叫做悟 就是见性 见道 开悟 悟道 在心地上 直觉体验和经验 最终悟道和把握了心的本性 即是明心见性 把握了 身解易去了 有了决定见 叫开悟 没有把握 没有决定见 那只是一种经验而已 开悟前 是无明心 二元心 妄想心 烦恼心 开悟后 是智慧心 平等不二心 清静心 解脱心 开悟前 心的作用称为实 开悟后 心的作用称为智 开悟即是心的作用 由始转智 转时成智 我们将过去基于二元的心实体系 升级为般若不二的心智体系 就是转时成智 就是通过明心见性 而重新构建我们的心智模型 下段文字 摘自玄奘西行记 佛曰 三界所有为是一心 心化诸世间 有漏生时 相随时起 五蕴从生 修禅之道 见心而始法界 悟空而得缘通 空有别相 何以成空 为之无佛无态无心 见心得无心 向上一路 处之泰然 见心而始法界 即明了自心 也就认识了世界真相 悟空而得缘通 即正悟了空性 也就世事无碍得缘通 空有相别 何以成空 空与有是二元的分别下 如何悟空 为之无佛无态无心 无佛无相 无二元分别心 即去除了一切假名标签 见心得无心 明见了心的本来面目 得无种种分别心 执着心 从此见相非相 无所得 远离颠倒梦想 向上一路 处之泰然 明了心的本来面目之后 一切处之泰然也 明心见性之后 一切的解脱与束缚 成佛与不成佛 所得与无所得 因果轮回 第一因 我是谁 都已成了二元戏论 自心以明 一切泰然处之 六祖谈经约 若使本心 即本解脱 犯人